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社非标吗 绝大部分投资朋友真的 几乎可以讲99%的散户投资朋友 来看我的也是一样 今天又一个来了 股票二十几档 那很正常 十几档二十档 那几乎投资人你自己看看你手中持股 一天到晚就是国具两张 华兴科两张 鸿海两张 可成两张 金电两张 就这样子 什么都有 琳琅满目 搞了半天你赚钱都没有 所以我想过去都不讲 今年三月份我们重压金像电 重压玉军光联邦科 金像电从十几块尬到六十块 玉军光从三百高到八百度 联发哥从两百度 我们带的全国同学 涨到七百度 那都过去了 我不是跟你谈那些歌功颂德 那过去了 我就问你九月份以来要怎么赚钱 全国同学你告诉我 九月份以来要怎么赚钱 而且赚大钱 搞不过我们先打一下 九月份以来大盘的K线 自己看看 台股九月份你自己看看 从一万三 上礼拜杀到一万两千一百多点 这一杀八百多点 这两天又谈到一万两千五百点 还卡在中间 全部同学你就回答我 从九月一号到今天 明年开始中秋长假了 一个月了 刚好一个月了 今天九月三十 从九月一号到今天九月三十 刚好整整一个月 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赚钱 你告诉我你怎么赚钱 我想九月份以来台面上老师分两种 一个每天喊放空告诉你要崩盘 那你请问你你九月份以来你放空 哪一个股票让你赚超过五成的 你告诉我吗 五成 那你做多 你告诉我九月份以来做多到今天 有大行情吗 上礼拜跌了八百多点 所以九月份以来全国同学 我不管你做多 不管你做空 你到底有没有赚钱 你不要一天到晚 对不对 金电两张 可乘两张 上银两张 华星科两张来导播 从九月初很多喊做多的老师 一天到晚就是国具华星科 你告诉我国具又怎样 华星科一百六杀到一百四 国具看一下 三百六杀到三百二 你能赚多少钱 上银看一下 是不是 二零四九上银 三百三杀到两百八 十张赔五十万 金电看一下 九月初喊金电的节目一大堆 你告诉我你赚钱了吗 九月一号四十二块八 杀到三十三块 赔了快两成多 所以九月份以来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赚钱 几乎股票买十档赔九档 你为什么赚不到钱 你不懂那什么是主流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买股票 就每天这个两张 那个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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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永远看不懂 谁是主流 就好像年轻人 你出社会 你不知道你人生的目标 对不对 这个行业搞三个月 然后辞职又到那家公司 又搞三五个月 然后又辞职 又到那个又 对不对 每天跳来跳去 你告诉我这样的人 将来会有成就吗 所以答案很简单 你今天买股票 这个买两张 那个买两张 那个买三张 你告诉我你会赚钱吗 你就注定套牢 因为你在乱枪打鸟 你看不懂方向 对不对 所以什么是主流 主流不是用拆的 主流不是用喊的 主流是什么 你要实实在在 从大户筹码结构 我讲过 只有大户筹码会泄露天机 你要实实在在 从筹码结构 去掌握精准的研判 大户在干什么 大户永远就这两个动作 进货还出货 问题是你要看得懂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 买股票根本 问他大户进货还出货 他不知道 我看那个新闻说那个好 对 我看那个节目说那个好 对你买 会赚钱吗 对不对 通通赔钱 不讲别的了 就讲联发哥就好了 七月份的时候 联发哥涨到700多块 当时所有的财经专家 外资的报告 通通在喊说联发哥 上看一千 七月份的新闻 你自己去看 所以有时候投资人 你越看新闻 你越赔钱 因为当时联发哥涨到700多 所有的外资财经 对不对 这个报告 投顾通通告诉你 联发哥目标价 一千一千二 来导播 联发哥从七月份 打给我们欣赏一下好不好 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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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760 所有的财经报告都喊 一千一千二 所以我跟投资人讲 你越看新闻 你赔得越惨 为什么 你越跟着人家当拉拉队 就联发哥从700多 一跌跌到500多 十张你200万没有了 好 那九月份以来 我讲过很清楚 台股九月 重挫800点 我们从九月初 带领全国同学 重压什么 大家亲眼见证 国术 对不对 来导播打一下国术 从九月初 九月初就好了 导播调整一下 九月初 是不是在11块附近 重压 你有100多万就买100张 200多万就压200张 你不要说这样 我可乘我也舍不得卖 金店我也舍不得卖 红海我也舍不得卖 对不对 华星科也舍不得卖 你这样能有大出息吗 看准目标重要 跟人生一样 看准方向认真去做 不要今天又去搞服务业 明天又去搞电子业 后天又去搞餐饮业 我跟你讲 你这样你搞了一辈子 没搞头 混饭吃 所以所有九月初来找我的 全国同学 不啰嗦 对不对 有200多万 你就全部 当时很多大姐来找我 很多东森同学来找我 股票都是十几档 二十档 很正常 到我这里就是一句话 全部卖掉 全部重压 有200多万 你就给我买200张 国书 你有100多万 你就买100张 你不要说可乘 我也舍不得卖 金店我也舍不得卖 华兴科我也舍不得卖 国剧我也舍不得卖 你每个都在谈恋爱 你以为你是什么 对不对 你以为你是乾隆皇帝 后宫3600人 开玩笑 好好看准一个 好好地爱他 对不对 就好了吗 所以九月初来找我 好好看准国术 重压 大买 好好的爱国术就好了 从11块你看涨到多少 18.9 你看赚多少 对不对 这个国术 所以你每天乱买 你下涨当然套牢 能怪谁 这个也舍不得卖 那个也舍不得卖 股票报了十几档二十档 每个都爱 你怎么能赚钱呢 是不是 其实我们从八月份 已经警告你了 高价股大户出货 低价股才是王道 对不对 能源低价 国术我怎么带你买的 全部同学插亮眼睛 九月三号 一开盘 试驾 有没有 九月三号一开盘 试驾 对不对 一个钟头让你买 是不是11块附近 试驾 我们这都实实在在带你买 九月四号更精彩 每股重挫800点 大家又吓坏了 你的老师恐吓你要崩盘 对不对 我们一开盘九点七分 金秤台股大跌 新会员干什么 加码嘛 12块附近赶快加码 美国崩盘加码 没错吧 九月七号再涨停 九月九号又涨停 十号又涨停 二十五号再涨 十八点九 自己告诉我 所有九月初听我的话 跟着我们操作的一个策略 重压国处锁定主流 是不是带你实实在在享受什么 大波段的获利 九月份以来大涨七成 但是九月份以来 你看台股导播打一下 九月份的大盘的K线 大盘的K线 九月份是跌了800点 如果说九月份台股涨800点 你可能讲张老师 你国术涨七成没什么了不起 九月份台股是崩了800多点 你九月初听我的话 重压国术 不啰嗦嘛 是不是整整七成的涨幅 今天国术走势图看一下 国术你看看怎么办 今天还在涨停 还是涨不停 行吗 所以为什么国术今天涨停 世心打一下3661 为什么 K线打一下 有没有看到 从七月份导播 八月份七八月份 来来来 有没有看到 从700摔到400 上礼拜谈到560 导播放大 九月份就好了 放大 上礼拜是不是谈到560 告诉你高价股跌升反弹 那今天又杀到450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国术又涨停 为什么呢 就是我跟大家交代了这件事 我一直在跟你讲什么 高价股大户出货 低价股才是王道 所以从八月份九月份 你的重心 你要赚大钱 首先你的重心主流 要摆到什么 低价 你不要说张老师 我现在还满手 那可成 华兴科 国具 这个赚钱很难的 因为主流已经不是高价股了 答案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所有错过国术的 大家也亲眼看到 今天还在涨停 没有办法 低价就是主流 错过国术 是不是百万俱乐部 你九月初来找我 你一百万不就七十万吗 你有两百万 哪个人没有两百万 做股票 几乎每个大概通常都是两百多万 对不对 我不要说你五百万一千万 两百万九月初找我重压国术 对不对 两百万是不是一百四十万 我们很多同学三百万很正常 三百万就两百万 三百万就两百万 一百万就七十万 所以各位同学 你不要说你有几千万 你如果有五百万 你九月份以来 你告诉我 五月份以来你也不赚 九月份你也不赚一百万 也不赚五十万 你不套牢就偷笑了 我跟你讲 对不对 很多人的时候九月初追金店 你会赚钱吗 二十四八金店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四百万剩三百万 对不对 你还赚什么钱 所以要锁定主流 好 那错过国术的 我跟你讲 对不对 错过国术的 机会来了 对不对 操作股票最怕的就是没有主流 当有主流来的时候 我们一声令下 大无筹码 绝对一声令下 带着全国同学 重压嘛 没有主流没有办法 但主流出现你要重压 是不是 你不要说九月初 我叫你买国术 你说张老师我有看你节目 我买两张 买两张干嘛呢 我买三张 你不会赚钱的啦 对不对 主流就是五十张 一百张嘛 一百张也不够一百多万 你要这样子懂得重压 那错过国术大涨七成的 是不是 我跟你讲了嘛 机会来了嘛 国术第二 谁啊 美国制裁中芯嘛 我说这是台股半导体产业 苦等十多年来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你要好好把握这件 这个中芯的噩耗 你懂吗 对中芯来讲是噩耗 但对台股来讲 很抱歉 我们必须幸灾乐祸 这没办法 我们就是要赚钱嘛 对吧 我们又不是来同情中芯的 对吧 你被制裁 债商言商 所以当中芯被制裁的时候 它的产能势必要转到台湾嘛 那谁能够最大最大最大的 受贿中芯的 整个产能的转单 你不要买错嘛 我跟你讲就是他嘛 没有第二家 你看张老师做股票 就这么简单呢 九月初我就叫你重压国术 没有第二家 对不对 那这一次中芯被制裁 我就跟你讲重压他 没有第二家 没有第二个选择 简单明确 目标明确 主流方向明确 好好跟他把握 你才能享受大破端的获利嘛 是不是 不是今天IC设计一下 这个也碰一下 那个也买两张 我跟你讲 你这样不要搞 对不对 跟你讲就是他 中芯被制裁 台湾半导体 有数十家 但你不要三心二意 就是他 就是他就对了 股价才二字头 你买不起吗 好好把握嘛 有两百多万 你就一百张下去嘛 了解吧 你不要说 鸿海也舍不得卖 华星科也舍不得卖 金电也舍不得卖 可诚也舍不得卖 我跟你讲 你这样永远翻不了身嘛 你有两百多万 一百张下去 对不对 九二八 强功涨定 昨天这档股票 妙了呢 昨天这档股票发生什么事 股价创了十多年的新高 但是昨天外资大卖了八万张 很多人吓到了 对不对 我说外资卖有他的道理 因为他股价创十多年的新高 很多外资因为其他股票都赔钱 所以九月底为了做绩效 对不对 所以昨天卖他 看起来好像赚钱 我不管谁卖 这档股票拉回都是买点嘛 为什么 因为他整个产业的大转折发生了嘛 对不对 大户已经积极的多方人马全力介入 你不要三心二意嘛 今天一早全国同学 自己亲眼看 今天一早还大跌呢 我们全国同学今天一开盘 全力进场 一切拉回都是买 没有第二个 没有第二个方向 没有三心二意 我讲过这档股票 我们已经掌握整个大波段的行情 所以今天一早 开低下大跌 二十多块 全力进场 全力进场 对不对 收盘呢 很多同学今天找 美国跌一百多点 我问你怕什么 赶快买 对不对 一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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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盘 快来到二十九了 好好问问自己 这档股票 中秋过后 什么时候会看到三字头 你好好想想这件事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 这档股票 今天股票收盘 已经创了15年的新高 15年 此情可比王宝川 比王宝川还伟大 我跟你讲 苦等15年 苦敦苦谣15年 今天股价再度大涨7个percent 创了15年来的新高 好不好 这档股票的目标价 全国同学 好好的把握来电共襄胜举 百万操盘俱乐部 未来社会大涨 我们都帮你锁定了 好不好 理想中秋 赶快来电预约 主流标股 中秋过后 跟着我们一起掌握 大波段的获利操作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襄胜举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我们回来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丘马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赚钱没有第二条路 看准主流 锁定主流 重压大买 没有第二句话 你不要一天到晚 国具两张 华金科两张 课程两张 你赶一四人 你都贪不钱了 好不好 讲话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那从9月初 我们讲不啰嗦 就是国术 对吧 从11块 市价买 9月4号加码买 还在12块多 15 涨停 17 18.9 你说贪多少 所有9月初 来找我们的重压 锁定主流 重压国术 你说 你自己说贪多少 100万就70万 200万就140万 所以你9月份以来 你200万赚不到100多万 你都不及格 你赶快来找我们 好 国术涨了七八成 我不是说叫你这里 去追国术 下一档的国术是谁 下一档有大波段 获利的操作股票是谁 这是重点 那这个礼拜 国际 对不对 半导体发生了 很重要的事情 中兴被制裁了 那中兴被制裁了 谁是最大的受惠者 这会造成产业的 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这个地方 你要锁定好 脑袋要清楚 不要现在又想 林志玲 蔡依林 想那么多女人 就一个都没有 看准一个 锁定 是吧 你的老婆 好好的爱她 对不对 我都跟你讲谁 就是她 国术第二 半导体 股价才二字头 好好的珍惜 这个机会 中兴被制裁 这个不是天天有的事情 十几年来 第一次 第一次 OK 我可以保证 以后也不会的 川普这次上不上 不知道 对不对 如果选上以后 也就这样 万一选不上 那以后就没有 这种事情了 所以好好的把握 这一次中兴被制裁 我们赚大钱的机会 又来了 就是她 对不对 跟你报告 金元代工 已经开始涨价两成了 她的制程 对不对 这家中兴 是第三大产能 那这家是第二大产能 那台一店是高制程 台一店是 跟他们是不同level的 那太高level了 所以台一店无法受惠 那她是第三 中兴被制裁以后 她的订单会转到 产能第二大的 就是她 那股价又在二字头 多漂亮 又符合低价王道 对不对 9月28日涨停 告诉你 拉回都是买 昨天外资大卖 8万多张 又怎样呢 今天一早 对不对 一早还下跌 不用怕 又是减便宜的机会 结果收盘呢 一路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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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盘进场的 又大涨7% 好不好 那我们要赚的 绝对不止7% 这只是开胃菜 那中秋过后 她会嘎到哪里 今天股价收盘 我泄露点天机 今天股价收盘 她居然站上了15年的新高 已经在历史上要跟王宝川 齐名了 了不起了 好不好 好好把握 这档股票目标价 欢迎全国东升同学 理想中秋 好好利用 好不好 来电预约 把握中秋过后 跟上我们大破断操作的脚步 东升同学 中秋愉快 赶快拨电话进来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给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贡献 顺利操作设立 我们再会 拜拜 by bwd6